14个月大双胞胎在厨房打打打打超认真交谈边说边笑还比手画脚让网友笑到飙泪。 难道是前世记忆?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婴儿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们总是会发出声音哒哒哒哒,或是阿妈妈妈妈妈,偶尔还会发出类似中文的发音,常常让爸妈吓一跳。 但这两个只有14个月大,还包住尿布的双胞胎宝宝就真的太惊人了。 妈妈当时在客厅忙着,突然听到两人在厨房一直发着哒哒哒哒的音,决定默默躲在旁边看。 没想到两个只有包住尿布的宝宝,面对面一副很认真在交谈一样,虽然他们都只发出哒哒的声音,但彼此好像都听得懂,边说边笑,还不忘笔手画脚,聊得超开心,让一旁的妈妈也笑到不行XD。 这段影片piu上网后,居然破一亿的观看次数,让许多网友看完都被他们的可爱蒙翻,忍不住直呼,好像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窝。 也有网友直接把他们对话翻译。左,你不觉得你最近吃太多了吗? 哟,我才不觉得,跺脚,你吃得更多 最后小编撕心腹上,他们七年后的样子 小编把这影片重播了超过一百次,每次看完都觉得疗愈 不管他们在讨论什么大事,有编的宝宝可以先把右脚的袜子穿上妈XD 完整版,影片来源,Jerandor 22,011